我们不要大便 我们不要大便 我们要好的空气 我们要好的空气 30都位关山镇以及海端乡民 20号一早聚集在加拿部落附近的一处建筑基地前 拉起布条表达抗议 居民们担心 未来堆肥工厂新建后 部落的空气与水源会因此遭到污染 整个部落的空气 尤其是我们这个500公尺之内的这个学校 那总不能说每天都要关窗户 主任表示堆肥工厂就设立在部落 唯一的连外道路上 担心载运分辨的车辆及工厂运作 会产生许多污染源 同时新建堆肥厂占地登记仅0.7公顷 质疑业者刻意规避环平 但业者表示 去年已陆续办理了三场说明会 强调加工厂一切依法设置 那我之前我开过说明会 我也再跟民众强调就是 因为我们必须 我们是工厂形态 并不是牧场形态 所以我们要接受的法律监督比较多 那我们目前这种登记证的话 是五年换照一次 它没有永久性 所以我这五年 我如果经营的不善 有可能后面我就会变得面临 我拿不到营运许可 那目前几次的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当地的居民都表达反对的意见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给予尊重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厂商 一定要做好 这个跟居民里民的沟通 县府表示 业者已向农委会申请用地变更核准 同时也依法向县府申请建筑执照 并表示尊重居民的反对意见 同时呼吁业者能尽快与居民做好沟通 让大家能和平共存 约瑟新闻文章 跟大家介绍台东海端厂报道